一般人开车都是手脚并用 量流大潭先生不管是加油或刹车 他都只靠双手来操作 这个这只杆子等于我的脚 我的脚不能动所以用杆子 我把油门跟刹车用一只杆子连接起来 那我就用这个螺丝起直这样杠杆原理 所以我这样用这个大拇指这样压就可以加油 这位靠着双手伸起身子 身高只有80公分的刘大潭 也是一位发明家 这个高楼逃生缓降梯 就是刘大潭创业的第一个发明作品 我第一个创业的作品就是缓降机 就是火灾可以逃生那个缓降机 因为我看到成功大学 八个大学生被火灾给烧死掉 妈妈哭得很伤心 那我刚刚要创业 我本来找了很多产品 那我做 我想说不行 我一定要从这里开始 从旧人开始 刘大潭一心关怀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从小 刘大潭也遭遇过歧视 三岁那年 刘大潭因为施打到过期的疫苗 导致下半身严重萎缩 父母亲怕他受到嘲笑 不敢让刘大潭上学 七岁的时候妈妈收到入学通知单 她把他烧掉 她担心我到学校去 被人家歧视 被人家戏弄 所以不敢让我去 九岁的时候 有一个阿伯来 到我家来 他就叫我废的 说以后要当乞丐啦 以后没饭吃啦 以后没有办法成家立业啦 什么 讲了很多瞧不起的话 邻居们的冷言冷语 没有让刘大潭失去信心 反而更激起他学习的动力 在家人的协助下 刘大潭九岁的时候 如愿上学 而这时 他也在心里许了三个愿望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读书 不会写字 所以用画画 画了三个图案 第一个图案 画了一个大学的学士帽 我要读到大学毕业 第二个图案 比如说我长大没饭吃 要当乞丐 所以不要当乞丐 所以画了一个大老公 老公里面装了蓝满的米饭 第三个图案 我要称家立业 我要生小孩 所以画了一个鹰鹅 那这三个图案 后面写一个三十 三岁之前 来完成这个 人生最基本的愿望 为了实现这三个愿望 刘大潭勤奋读书 科业成绩也名列前茅 虽然家境轻苦 但为了方便上学 高中时期 刘大潭想办法 为自己组了一辆 手摇式的三轮车 这台车子全部的零件 都是回收厂剪的 所有的零件 只花两百块而已 因为这个都是旧的 你看 这个是小孩子玩的 那个 轮子 这个是他的前叉 把它砍下来用的 全部都是剪来的 原来这个椅子 也是人家丢掉不要的电脑椅 这辆手摇式三轮车 从零件到车身 全都是刘大潭 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废弃物 也是刘大潭靠着阅读相关书籍 一手组装完成的代步工具 我每天都看书 我书看了很多 城市设计啦 3D动画啦 电子电机的知识啦 都会看 遇到很多的挫折 那过程都很艰辛 但是我都是用方法 加上工具 把所有的挫折都解决掉 为了分摊家里的经济 大学时期 刘大潭选择半工半读 但找工作 却到处碰壁 他只有七个三轮车的摩托车而已 他到处去寻求工厂 他都碰壁 过去会觉得他 求那个工作很辛苦 因为都是受人拒绝的 都找不到工作 虽然他的那个功课很优秀啊 可是在于追求工作的过程 想找到工作是很困难 所以我们会舍不得 找了两三百架才找到 但是我找到工作之后啊 我很认真的做 我努力的做 我这样一直爬爬爬 从设计组的组长 设计科的课长 当到研发部的经理 我的薪水啊 全公司里面最高的 两百多人最高的薪水 他有看到我的能力 一般的都是看到我的外表 那有的人 让我考书的机会都没有 就看到外表就排序了 那那个老板 他有看到我的能力 认真勤奋的个性 让刘大潭逐步完成 在九岁时许下的愿望 也是我大嫂感动他爸爸啦 因为他爸爸有问他女儿嘛 说你嫁给刘大潭会不会后悔 那我大嫂当下就说不会 所以他爸爸也后来 也被他女儿感动 那孟子有买肉包吗 那孟子有买肉包吗 要帮头呢 也有咸蛋糕的 45度耶 45度上去 成家之后的刘大潭 心中还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出来创业最主要的目的 不是为了赚钱 我是为了当一些弱势的人做辅助 那老板没有兴趣 老板认为这个没有 没有赚钱的空间 所以我就想我要做一件 做这件事情 一定要自己当老板才有办法 所以就工作了十点之后 我出来创业 以关怀为创业宗旨 刘大潭的八名作品 已经超过一百项 参加比赛更是获奖无数 像这个可以解决废气污染的 高温气密法 就获得许多国内科技业者的好评 我常常说哥哥你为什么不去 把你这些资金投资在 你会比较轻松一点 因为这个都是机械 对你来讲是一种挑战 可是哥哥他出发点 真的都是为了关怀社会这样子 所以他做得不一乐乎 而且他做得他也说他不觉得累 因为感同身受 若是族群面临就业时的困难 刘大潭于是再次许下冤枉 希望在台湾的六个都市 成立庇护工厂 每一个阶段的我都会定目标 都比较会有动力及时机 那我最后的一个目标就是 我要在台湾全国六都里面 每一个都都盖一个屁股工厂 我要来照顾弱势的人 给行动不便以及弱势族群 提供职能培训和工作机会的想法 感动了李秋玉 在没有支领薪水的情况下 李秋玉以自己的双脚 代替刘大潭南北跑偷偷 之所以会有这个协会的成立 是因为我去听了刘大潭的演讲 在演讲之后 我有去问过大潭 你这么成功的人生 你还有什么样的梦想 大潭跟我说 他想要盖个屁股工厂的时候 我问他这个屁股工厂的钱 要怎么来 大潭跟我说 这个盖这个屁股工厂 大概需要一千万 那这他一场演讲的费用 大概一万块 他只要累积一千场 他就有一千万 我当时候为这句话 深深受到他的感动 你刚刚进来 我的工厂有看到两个字吗 关怀 我的创意整个体验 就是用那两个字延伸出来 虽然从小被嘲笑 虽然行动不方便 但凭借着毅力和努力 刘大潭将身体的缺陷 转换成梦想的动力 也用行动致命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的真谛 我觉得每一个人 生下来有他的目的 要看重自己 很多人就是认为 他自己将来 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那我觉得 每一个人都要有自信心 自信心很重要 认为自己是最好的 所以要有信心之后 设定目标 要勇敢地去追求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